今天要來裝圓柱鋼 首先呢我們要先放好定位 旁邊要有插頭 我們要倒入排水 前方的地方呢我們倒到這個定位之後呢 換我們要倒後面的過濾系統 倒六七分滿 接下來呢我們拿出我們的電源 就可以插上我們的電源囉 插上電源之後呢我們要轉我們的調節方 我們要先把管線裡面的氣泡衝出來 逆時針轉到最大 我們要跑兩分鐘 兩分鐘後呢順時針轉 讓水流變小 跑兩分鐘 兩分鐘後再逆時針轉 讓水流越來越大 六分鐘跑完之後呢 我們就拿出我們的吸管 我們要開始吹除氣泡 先壓再放入我們水中 再把剛壁上的氣泡 吹除 反覆按壓 反覆按壓 吹除完氣泡之後 我們要靜置十五分鐘以上 靜置十五分鐘以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出我們的水母 拿出撈網 把水母一隻一隻撈進去 輕輕輕的撈 輕輕的撈 撈完之後呢 我們這一袋海水就不要了 直接倒掉 接下來我們要檢查缸裡面有沒有它 放動太大 乳的汁液 如果有的話 我們一樣要拿出我們的吸管 吸出 吸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放到後面的白棉上 再來是檢查我們水母不要沉在底下 也不要油的太快 那我們就是調整我們的調節法 然後調整完之後呢 就完成你們的妝缸囉 就完成了